星期一的晚上我们都要聊一些很有趣的话题 今天的直播在应该是昨天 我们小编把直播的预告打出来的时候 哇有很多女生的同学就很好奇 从姓名就可以来判断 我到底是不是属于那一种 我不仅能够把自己的钱给省下来 我的另外一半或是我身旁的最亲密的人 他还会拿钱给我 这是很多女人的梦想 是不是 我相信不只是女人 男人可能也会有这种想法 对不对 很多时候我那个线上的女同学 常常讲女人辛苦了大半辈子了 不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归宿吗 对不对 那也希望呢 自己陪着另外一半辛苦打拼 那先不说另外一半了 可以回报什么了 对不对 那至少呢 要让自己能够过得很踏实 不要整天担心小孩啦 还要担心老公啦 然后 那我相信今天晚上的直播的题目呢 是大部分 大部分女同学 或大部分女人的一个梦想 怎么样 就是说我赚的钱是我自己的 我赚的钱我不会给男人 我不会给老公 我不会给男朋友 我不会给任何人 我赚的是我的 可是 我不仅能把我自己的钱留下来 我身旁 我的枕边人 我的老公 我的男朋友 他会拿钱给我 这么好的事情 谁都想要 是不是 但是这么好的事情 不是人人都有机会 如果人人都有机会的话 那还得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 但是呢 我也必须说 我们今天呢 直播的内容呢 我们要用一种很轻松的心情 去看今天 我接下来为各位 分了三个族群的人 三个种类的姓名笔画的人 如果说呢 你不在这姓名笔画之内 你也不用觉得好像很 觉得很失望 就是说 老师 我认命了 反正 我就是要为了我的家 我就是要为了我的先生 要这样子 一直为他付出 为他担心 为他准备这个 什么都帮他准备的好好的 他就像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孩子 不要有这种想法 那同样的呢 如果说你是在这三个 笔画组合里面的人 诶 我建议你呢 你看 开心个三天 诶 就OK啦 毕竟很多时候 我们开心完了 我们还是要回归正常的生活 因为毕竟姓名 他只是我们命运里面的一小部分 影响我们人 这个生活的轨迹的 不管是 原因 还有力量 有很多很多种 姓名只是一小部分 我再次重申 好不好 好的 来 看到主题了 来 各位 女性的同学们 今天这场直播 是我们小编 专门 为女性同学 而立定的这个题目 好了 那 我们今天要从姓名 开始去切入 到底 什么样子姓名笔画 这个 针对女性同学 你不仅能够把自己的钱留下来 而且你身旁的 这个 你的老公 你的枕边人 或者是你的男朋友 还会拿钱给你 那 分成三组人 来 首先 准备好了没 我们要看什么呢 看 人格 地格 总格 这三个格 姓名的人格 地格 总格 只要有对到 这里面的笔画 就算 就代表 你有成为 你不仅能够把自己的钱留下来之外 或者说你不用给男人钱 男人反而会到过头来 给你钱的人 这是有机率 不一定是百分之百 好吧 只是有机率 但是你只要有中 你的这个 你的人生 要怎么说呢 你至少 你会比其他没有中的同学 要开心 好不好 好的 来 第一个 你们帮我做笔记 好不好 我没写 我今天列了这个三组 那这三组呢 我写什么 你们就帮我打一下 好不好 大家一起做笔记 第一个 来 第一组的人 好 开始了 帮我做笔记 第一组的类型 它是属于什么 帮我打 帮我打十个字 叫做家庭好帮手 勤俭善理财 帮我打 家庭好帮手 勤俭善理财 好 来 我先说一下 这类型的朋友 为什么是 他不用给男人钱 男人反而会给他钱呢 因为你光听这十个字 就知道 他会帮男人分担家务 所以呢 这一类型的 这个女性朋友 我常常在说 男主外 女主内 那只要姓名的人格 地格总格 有这几个笔画的呢 他通常就是 他会让男人在外面 非常的安心 你专心 去充斥你的事业 家里面 爸爸妈妈 公公婆婆 小孩 周里 这个叔叔伯伯 阿姨 你的哥哥 姐姐 弟弟妹妹 你都不要担心 我帮你来照顾家里面 所有的大小事情 所以男人在外面打拼的时候 哇 他能够一心一意 专心的充斥事业 那通常哦 我想大部分哦 不是所有的哦 大部分的男人 只要在家里面 有一位贤内助 哦 在事业上 通常都能够顺风 顺水 所以有一句话 这么说了啊 男人最大的财库在哪里 不是在银行 是老婆 所以以前的男人呢 哇 这个老婆就好比是说 我把这个 这个在神明桌上的神明 一样 只要把老婆啊 给供的好好的 供养的好好的 照顾的好好的 通常这个男人 在事业上 财运上都不错 哦 所以呢 那能够成就家庭 好帮手 勤俭善理财 那这女的 像这类型的女性朋友 根本不用把钱拿出来啊 为什么 因为男人 自然而然 就会心甘情愿 掏心掏肺 把自己辛辛苦苦 赚的钱 交给自己的老婆 来保管 哦 所以这类型的女性朋友 她是属于中国 最传统的 家庭妇女 哎 那什么样子的姓名笔画 能够成就这么好的一个 中国传统家庭妇女 哎 这种勤俭美得的好笔画呢 如果人格 地格 总格 有出现了这三个笔画的话 哦 来 家庭好帮手 勤俭善理财 如果你的人格 地格 总格 有出现二十四 二十五 三十五 的话 哦 那恭喜你哦 你就有机会 我先说 你就有机会 能够成就 我不用拿钱给男人 男人自然心甘情愿的 会拿钱来给我 有没有同学有中奖的 有没有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五 三十五 好 你们 有的 回答我有 哦 我觉得哦 只要有中 有中的这个同学 应该要把自己的老公 拉着他的耳朵过来 来来来来来 啊 今天这个直播 来 这个直播不是播给我的 是播给你听的 是播给老公听的 来来来 你看你的老婆 哦 这个家庭好帮手 勤俭善理财 明天开始 你的银行卡 你的信用卡不用 哦 你的银行卡 你每天的这个 这个每个月的薪水 啊 全部上缴 哎 呵呵呵 这集直播会被所有的男同学 给封锁 哈哈哈哈 好啦 哦 好不好 那我大概 重点讲一下 为什么 我先讲二十五和三十五 哦 通常二十五和三十五 哦 这两个比划呢 在钱财 理财的观念上面 比较保守 啊 因为呢 他们呢 会喜欢做一些比较稳定的投资标的 啊 包括理财一样 比方说 呃 他会习惯把钱 存到邮局里面 啊 他会习惯把钱 放到银行里面 而且这银行 是要大的银行 越稳定的银行 越喜欢存 哦 除此之外 二十五和三十五话的女性同学 很喜欢买不动产 你们要知道 哦 我们直播这么久了 一再的说啊 这不动产是这个 呃 我们命迪里面最大的财库 哦 我把钱放到不动产 这标准的财入库 哦 只要财能够入库 那是不是一个 那个家庭的好帮手 是能够帮那个先生省钱 省了不仅省钱 还能够利用这个投资的手法 来赚钱 啊 那就是勤俭善理财嘛 对不对 好 那二十四话是什么呢 二十四话之前也跟各位同学分享了 呃 会 用动头脑 用头脑来赚钱 啊 当然不是说 没有中的就不用头脑 啊 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呢 哎 他会善选很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标的 他会做很多功课 他进行投资理财之前 啊 他会做非常非常完整的功课 不管是 整个大环境的经济脉络啦 国际的局势啊 国际的局势啊 这一档 投资理财标的 他历史的这个走向啦 哦 这些做了很多的功课 最后 当他决定要投入这个 呃 这个 我们说 投资标的的时候 往往 哎 他的绩效就非常非常好 而且呢 二十四话的 非常有长辈缘 啊 要简单的讲 这一 二 三 这三个比划的女性朋友 这长辈缘啊 特别特别好 长辈缘特别好 代表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啊 比方说 哎 这个很多时候 先生 不见得 会听太太的 但是先生 会听 婆婆的 啊 婆婆就是先生的妈妈啦 啊 所以后 这几个比划 二四 二五 三五 因为他们相对 在行为举止上 那他会比较传统一点 传统 中国传统中校道嘛 那所以对于 这个 这个婆婆啊 那通常都是 哎 婆婆讲什么 就说 是 OK 那所以 这三个比划的 女性朋友 这个长辈 特别喜欢 那如果说 先生 不乖乖的 把钱交给他们的话 那也许啦 那婆婆看到了 就觉得说 哎 那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媳妇 怎么好像在经济条件上 手头上 不是那么的充裕啊 哦 那就会提醒自己的儿子 他说 你看你太太 把家里面照顾的这么好 那你是不是 也应该 要把你 哎 在外面赚的钱 好好交给太太 来打理一下 哦 而且太太呢 基本上 她这个 哎 整个行为举止上面 哎 也很稳健啊 她不会乱投资 也不会乱买东西 特别是 三十五花的同学 我记得我们 我们线上 好像不止一位同学 总格是三十五花 三十五花 在投资理财的这个胜率上面 是最高的 他不见得赚的最多钱 但是他是最稳健 赚的最高的 哦 好 那 接下来讲完了之后 我进入第二组 第二组是什么呢 第二组 我们常在讲呢 刚刚第一组是 她非常的 中国传统妇女美德 对不对 会懂得省钱 非常懂得理财 而且她省钱 不光是 省自己的钱 而且连整个家里面的钱 都会精打细算 那另外有一种 有一类型的女性 其实她们工作能力 非常非常的强 甚至她们在事业上 是一个事业的女强人 可能是一个高阶主管 甚至可能自己 就有经营事业了 那我相信很多同学 会很好奇啊 老师那这个事业的女强人 正常来说 应该不需要 靠男人拿钱给她 是不是 那 而且她应该在 这个财 财务上面 经济条件上面 也不错啊 那怎么会说 要把这种能力很强的 事业女强人 或者是说 很有想法 很有组织力 很有管理能力的 女人 归类在我们今天的 这个族群里面呢 诶 因为啊 这一类型的女性同学呢 她们呢 在事业上管理习惯的 或者是说呢 诶 在这个 姓名的这个笔画 她的能力 管理能力 诶 非常非常的强 那所以呢 她自然而然 她会有一个习惯 诶 她会另一个规矩 先生 你每个月 你的 呃 你的薪水 你的salary 你的pay 拿到了之后 OK 好 马上进到我们的家庭账户 80%进来 啊 你身上留20% 甚至你身上留10%就够了 啊 这10%到20 是我留给你什么抽烟啦 啊 买便当啦 啊 这个坐车啦 好 要用的啊 其他有什么大笔的开销 很简单 你来跟我请款 哦 这个叫做什么 这是家里面的一个经济的管理者 相当于是家里面的一个会计 有没有这类型 有 多不多 我坦白跟你们说啊 就我遇到的客人里面 很多 非常非常多 啊 特别是我相信线上有很多女同学 是这样子的啊 先生负责外面跑 跑什么 跑业务 啊 太太在公司里面当财务 啊 所以呢 所有的账 太太一清二楚 哎 你在账面上先生好像收入很多 但是最终这些先生的收入其实是公款啊 公款是什么 家庭资金啊 那家庭资金谁在管 老婆在管啊 哦 好 那哪些姓名笔画的女性同学 哦 可能 有这种条件呢 哎 先帮我打一下啊 来 这一类型的这个女性同学啊 哦 八个字来形容 啊 他们能力过人 哎 这个吸引力法则有句话啊 就是说 当我们的能力越强的时候 哎 那会出现在我们周遭的朋友 或者是说呢 我们会选择的这个 另外一半 啊 我们会选择的配偶 会选择的这个 啊 男性伴侣 通常能力啊 不会太差 这个叫吸引法则 所以这八个字叫做什么呢 啊 叫做能力过人 吸引强人 帮我打这四 啊 八个字啊 能力过人 吸引强人 好 所以呢 来 这一类型的女性朋友 自己能力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他们在选 呃 自己的另外一半的时候 他也会选 哎 第一个 有责任感的 第二个 相对 他的在工作的条件 工作能力 甚至是每个月的收入 年收入上面 他也是属于中高阶级的 啊 他只有这样子 他才有办法去管 啊 他想要管的这个账嘛 如果说 哎 呃 如果说 他的另外一半 假设 假设 这只是比喻 啊 假设他选择另外一半 每个月的薪水不高 那你说薪水不高 哎 那你以这种事业心 那么强的一个女强人 或者说 他那么想要管账 啊 他有 他有 有 有 有这个资金可以管吗 没有 啊 那所以大部分这类型的女性朋友 哎 他在择偶的时候 他就已经会先筛选好了 哦 他对于自己的 不管在择偶的条件上面 哦 包括是他另外一半的这个呃 事业的条件上面 收入的条件上面 他都会有一个基本的水准在这边 哎 那讲到这里 那到底哪些比划的女性同学 哎 有可能 哎 会是这类型的呢 啊 不过 九一言讲的没错 管钱很累 哎 可是 管钱虽然累啊 但是我觉得这看个人啊 有些 有些同学是 累在其 乐在其中 对不对 哦 就是每天 或是每个月 啊 只要看着银行存款里面的数字 这样子 一直增加 他就觉得 哇 人生非常的有成就感 啊 好 来 啊 能力过人 吸引强人 啊 如果说 人格 地格 总格 出现了 什么呢 哪些比划 嘞 哎呦 那一定是要相对 很有能力 很有想法 而且相对比较强势的比划 哦 如果出现了这几个 21 23 29 哦 如果你的人格 地格 总格 出现了21 23 29 的话 哦 哦 哦 那你就是属于能力过人 吸引强人 因为你的吸引力法则 你自己本身 因为 2123 29 本身对自己的要求就很高了 哦 他会 会要求自己 做事要有原则 而且呢 要做 就要做到好 而且他会要求自己 如果我出去上班的话 呃 我这个 我的事业上的成就 跟我每个月的收入 一定要到达某一个标准 同样的 哦 他是严以律己 他不会宽以待人哦 特别更不会去宽 宽待自己的枕边人 反而会有更用 更严格的要求 会要求自己的老公 会说 我自己都能够做到了 你至少要做得跟我一样 哦 那在这个 在这种高要求的一个前提之下呢 他另外再会要求 哎 你 我们沟通好 哦 你每个月 啊 每个月你的这个 呃 比方说你的收入 你要提拨多少出来 到这个家庭资金里面 这个叫做家庭基金 这钱不是入我的口袋 这是入这个家庭的口袋 哦 我们你入这个钱进来 不是我一个人在用 是整个家在用 哦 对不对 哦 讲的很有道理 可是这笔钱谁在管 太太在管 啊 好 陈小林问说 老师我人格29 可以买到房吗 人格29 绝对有买房的条件 哦 绝对绝对会有买房的条件 哦 那关键就是说 呃 这个小林 你要强迫自己存钱 要强迫自己存钱 因为呢 21 23 29 是标准的这种事业型的 不管男人还是女的 哦 都是不要事业心非常非常强 但是事业心非常强 顶多只能代表一件事情 哎 也许你很会赚钱 但是你很会赚钱 并不代表你很会存钱 或者并不代表说你银行里面有很多钱 哦 很多时候像我遇到太多了 很会赚钱 但是也很会花钱 当你很会花钱的时候 那很抱歉 啊 那就代表说你要买房子 啊 有点困难 哦 所以来 小林 如果说你问我说29 能不能够买房 我直接回答你绝对可以 但是你要现在就开始为买房提前做准备 怎么准备啊 我们先从你的生肖开户银行开始做 好不好 那如果说你 小林你之前没有参加到 就是没有听到我分享十二生肖存钱的银行 是哪一个的话 你就把你的生肖留言下来 我告诉你啊 你适合开哪一个银行的户头 就每个月去存钱 好不好 女人 如果有这三个笔画 21 23 29 通常呢 有一句话 叫做能者多劳 啊 所以啊 这个在古时候的标准啊 通常能力太强的女人 就会为夫劳 啊 因为你能力太强了 啊 能力太强的另外一半 另外一层含义呢 就是说你可能每天都要 呃 为先生 那个担心这个 担心那个 提起先生这个 提起先生那个啊 把你这个管理方面 这个能量全部投入到先生上面 啊 所以哈 就会比较劳心劳力一点 啊 但是呢 如果说劳心劳力 能够换得 哎 比方说 哎 我的资产的增加 我觉得这也值得 如果劳心劳力 能够换得 哎 这个 呃 老公的这个体量 体贴啊 跟互相支持 我觉得值得 最怕就是 劳心劳力 结果呢 哎 啊 呃 变成这个 糟糠期 那我觉得 真的是 不值 所以呢 啊 现在虽然已经讲到第二组了 但我还是要奉劝各位 女性同学们 啊 你们中了这些笔画 值得开心 但是呢 这个婚姻的 呃 婚姻的这个稳定 跟婚姻的经营 是要两个人互相的 很多时候你能力很好 你很会赚钱 可是如果另外一半 不懂得互相扶持 其实累的 只有你自己 啊 同样的 如果呢 你很会存钱 可是另外一半 老是在外面负债 老是在那边花天酒地 啊 花天酒地 很抱歉 你就算 你就算再会存钱 也被你的另外一半 给掏空了 所以呢 我还是要回归一句话 婚姻 听起来呢 它是一个 一个很神圣的事情 因为两个人 共组了一个家庭 但是这个家庭 要能够长期 永续地经营 走下去的话 必须要两个人 齐心协力 所以 各位女性同学们 赶快叫先生 把手机打开 然后登入 李行开运攻略 观看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 然后呢 请帮我们把直播 分享出去 让所有的男性 同胞们 看一看 女性 同学们 是如何 这么努力 想要让自己过得更好 甚至想要让家庭 想要让自己的老公 能够更往上一层楼的 好吗 好 刚刚两个呢 讲的两个是 呃 大部分 大部分 我们在生活中 常听到的 一个就是 呃 很会理财 所以先生很放心 把钱交给他 那他 他就是 他也不会 就是 拿钱给先生 他的收入 完全是先生给的 另外一种就是 本身能力很强 那他会 不仅对自己要求高 对先生要求也高 那他会要求先生说 诶 我们两个共同 要有一个家庭基金 那 所以你每个月 必须要把钱拿给我 但是这个钱 不是 不是给我来用 而是呢 是要为了这个家庭的 这个经济开销 来用的 好 那 这一些呢 其实 都算是比较正面的 那 我们常会听到 在 不管是说 新闻上 或者是 我们在电影啦 偶像剧啦 电视剧啦 常常会听到 哦 有一类型的 这种 女性朋友 诶 他呢 嗯 非常的 呃 有异性缘 啊 他所讲的话呢 男生都很喜欢听 然后呢 他所散发出来的气质呢 就是男生 呃 男性同学们 就会觉得 啊 我好想要照顾他 我觉得他这样工作 太累了 我很想要好好照顾他 所以呢 呃 不仅会时不时的 哎 关心他 诶 甚至呢 还有可能 诶 会把自己的 诶 自己的 比方说 自己的薪水啦 存款啦 哦 那不自己的去 诶 拿出来 贡献出来 去帮助 这个女性同学 啊 想要让他生活过得更好 或者是呢 帮助他 度过难关 所以这一类型的 这个女性同学啊 啊 基本上 来 帮我打十个字啊 那 贴心 会撒娇 啊 男人 挡不了 来 我再说一次啊 贴心 会撒娇 来 再来 男人 挡不了 好 那我讲到这边了 也许 哎 有些 这个女性的同学 或是有些同学啊 哎 已经开始贴标签了 会说啊 这一个啊 就是容易在外面 这个感情生活 比较 可能比较 呃 比较 复杂 哦 啊 再不然就说啊 这个一定就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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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小 小叉 什么叉三 这种 这种角色啊 不一定哦 为什么 因为有些女孩子 天生讲话就是 哎 那种 很轻柔的声音嘛 嗲嗲的 哦 那那这女孩子 也有正当的工作 那只是呢 很多时候 哎 我看到一个 很喜欢的包包啦 对不对 啊 或者说哎 看到有没有个 很很喜欢的小精品啦 哦 那因为自己工作 很辛苦嘛 那那知道自己的老公 很疼我啊 那知道自己的男朋友 很疼我 所以呢 时不时呢 就会用这种 哎 很小女 很小女人 小鸟依人的 这种声音 就是说啊 哈尼 你帮我买一个包包 好不好吗 我看到一个包包 好可爱哦 类似像这样子的 这个算正常吧 这叫生活的情绪嘛 对不对 不一定是什么 小叉叉三这种 这种角色嘛 对不对 大家不要太过度 偏激的去往这里面钻 好不好 好 好 所以来帮我打十个字 贴心会撒娇 男人挡不了 那等一下公布了之后呢 你们可以看 如果说自己有的话呢 你可以暗示 暗示再窃喜 暗示笑一下 我觉得说 哎 没错 我的老公 常常 要嘛 他平常都不花钱 但是只要我一出嘛 我一说 老公 哦 好 先生就受不了了 因为呢 这是我的一个 在名字上面的一个能量 这是我名字的一个优势 一个天赋 哎 对不对 那同样的哦 如果说 线上的女性同学们 如果说你的女儿 哎呦 有这种姓名比划的话 那通常哦 这个爸爸呢 对于女儿这个要求 这是挡不了 没有拒绝的这个能力 哦 是不是 好了 好了吗 都帮挡了吗 还贴心会撒娇 男人挡不了 好 是哪几个笔画呢 哦 这几个笔画啊 好 如果姓名的人格 地格 总格 出现了这三个笔画的话 十二画 二十画 三十二画 其实我们光从姓名的尾数啊 这个尾数 因为尾数它都是属于因啊 偶数叫因啊 羊数叫 基数叫做 一三五七九 啊 叫做基数 这个属羊 二四六八零啊 这个属于呃 偶数叫做因 哦 那你看 这三个笔画啊 他所凸显出的能量 就是非常非常的 阴柔 而且后 这三个笔画的女性同学 通常讲话上面 声音也很阴柔 轻声 轻声 细语的 啊 轻声 细语的 讲话就是 嗲嗲的 男人 哦 就算 可能 情绪再不好 一听到这个声音呢 哦 整个心情就 软化下来了 啊 就没有办法了 哎 哦 那特别是呢 如果说 像这类的女性同学 如果说 哎 觉得啊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可能最近 嗯 想要买某样东西 可是我不想花自己的钱 那怎么办 哦 通常男生中三十二 对女 女生讲话 女生讲话就会比较 gentleman 跟男生就不会了 跟男生就不一定了 男生 跟男生讲话 就是像我这样子了 哎 今天你要吃什么 哦 类似像这样子 哦 那可是跟女生讲话呢 就会说 今天要吃什么 要不然我帮你买回来 或者 我到了 我再拍张照片给你看 你想吃什么 你再跟我说 好吗 好 类似像这样子 所以同样一个人讲话 但是就是会 差别待遇 哦 好不好